第一次和許導演合作是《男人40》 之後斷斷續續有《黃金時代》 《桃姐》到《明月幾時》 我都合作了很久 一直都很欣賞許導演拍戲的態度 也很喜歡他的電影 很喜歡他電影的人物 和他電影人物的故事 後來有機會知道更多許導演的故事 包括他的成長和香港電影的成長 很希望將這些東西 可以告訴更多年輕觀眾或電影人 可以知道 《結局片》是一個很好的媒介 可以將這些東西留下來 可以讓更多人看到 有一天我去《明月幾時》 我去電影的美術紙 每天都跟導演一起 開工去現場 收工返酒店 有一天突然想起 你覺得很想做這段影片 然後就問導演 我想拍你的影片 他很快就回覆了 他同意 都沒有想得很清楚 拿著相機 之後每天拍攝時 都拿著相機去現場 盡量拍多些東西 然後回來再看怎樣剪 整個過程大概差不多三、四年 我都要計一計 但是開始剪片的時候 我們去看很多素材 亦都想看怎樣可以說到 即是許導演和香港電影成長的故事 開始看很多許導演舊的電影 在他的舊作品裏面 你發覺他無論故事的人物 或者故事的內容 都跟香港這個城市 離不開很密切的關係 所以變成一個紀錄片 在一邊剪接的時候 你發覺原來我們去說 許導演的成長故事 其實同樣都在說香港電影 香港電影的成長 和香港很多轉變 所以紀錄片出來 很多人看完 很多人都覺得有點共鳴 可能在裡面找到一些不同 他們覺得能夠 代表他們想知道的東西